回來了 這件事主要是評論一個媒體的社評 就是孔棍出的社評 我不是斷章取義 他的社評沒有什麼大問題 但是他抽了一個人來撿 我們當然又要發揮我們盲撐政府的功能 有些人說我們盲撐政府 我們要發揮盲撐政府的功能 他裡面引述了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說的一番話 陳國基說的事情我到現在都認為是沒有錯的 但是那份媒體暗示陳國基說的事情是不對 政府上個星期公佈取消課代貧共政策 他共創明天的計劃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說 很多成功人士出身貧窮 成功是因為懂得努力 要教導學員懂得努力上進 我自己的看法這句說話沒有問題 但是孔棍認為陳國基說的事情 有可能會惡化這個問題 對結構性問題的成因錯判 有可能會惡化這個社會問題 因為香港其實有跨代貧窮 跨代貧窮 即是孔棍就說 成因不是基層家庭懶 就是社會制度存在這個結構問題 現在孔棍指向遺產稅 基本稅率低 富有家庭累積資產 即是出生成長 投身社會成家立室 每個人生的階段 都是有優勢的 清貧的學生又沒有錢 上興趣班補習班 讀完大學又要負責家庭的數目 沒有多少人能夠單靠努力改變人生 現在就形成了上品無寒悶 下品無細就的社會現象 要先承認一件事 香港的階級流動性 是出現了問題的 其實是 是有階級固化的情況出現 香港是有這個問題 首先要先承認 但是 如果你說政府的政策 消除課代貧窮的政策 是完全沒有用的 其實 我是不同意的 為什麼呢 你說基層 它是不是要看到一些希望 事實上是 那麼政府這個共創明天計劃 會不會令到基層多了少少希望呢 我認為是有的 還有你執著政務司司長一句說話去說 要教學員努力上進 事實上任何人都要努力上進 事實就是 但是 香港有一個情況就是 有些人18歲就去申請公屋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這些是不正常的 其實我們之前都說過 你一18歲就去申請公屋的話 其實這些就不適合 好像18歲就去申請社會福利 失業救濟一樣 這些其實都是不適合的事情 那 S就問 我們網友S就問 努力有錯嗎 努力當然是沒有錯 努力當然是沒有錯 跨代貧窮是有問題的 但是全世界都是這樣 其實要解決很難 不是好像洞棍這樣說 就能解決問題 那 就是洞棍他就指責特區政府 搞錯了問題的焦點 他就說 特區政府病毒就亂投醫 結果就可能越搞越慘 那 香港一直有老問題 就是 洞棍就說 樓價過高 土地供應不足 貧富不均 這個是老問題 這個是事實 這個是事實 其實 董伯伯 他做特首的時候 是曾經嘗試過 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 香港人 其實是熬不過 那個陣痛 當你熬不過那個陣痛的時候 那 沒辦法了 曾蔭權 就令到那個陣痛 就沒有了 消除了那個陣痛 就不蓋這個公屋 不蓋這個居屋 那 那個陣痛沒有了 那陣痛沒有了之後 問題就更加大 其實就 那好了 現在 有些人 其實出來 又是不想 有一個陣痛 完全不想 有一個陣痛 他們的看法就是 如果樓市一倒 又會有很多 負資產 又會不行 還有現在又有移民潮 那麼多東西 疊加下去 那一定會死定 所以 才會有 行政會議召集人 出來在彭博那裡說 政府正在研究 減辣 其實 除了行政會議召集人之外 其實社會上 有其他人都是這樣說的 就 都是說 喂 樓市現在要穩定 不可以大塌 其實樓市大塌 對社會的影響是很大的 但是 有沒有必要 政府在這個情況下 托市呢 其實就 沒有必要的 其實 現在是沒有必要的 還有 之前 樓市好一點點的時候 其實 我的看法就是 好一點點的時候 反而 就是 某程度上 你看到那個加辣 是影響到 那個樓市的交頭 那些辣椒 還有那個 叫做 壓力測試 它是令到那個交頭 是少了很多 那些貨是去了 那些強者那裡 就是那些樓 樓是去了 那些強者那裡 那其實 就 很嚴重的 為什麼 那時候我們都說過 很嚴重呢 那些貨去到強者那裡 其實樓市就越來越高 其實那些辣椒 是有副作用的 那些辣椒不是沒有副作用的 辣椒其實是 篩了社會上的購買力的 其實就是 這個是事實的真相來的 那當然 那些印花稅 那些雙倍 針對 其他人的雙倍印花稅 那些 其實 就是我的看法 這些 某程度上 就是這個 非手指印花稅 叫做雙倍印花稅 那麼 那個數目其實很大 對於不是手指的人來說 那你說我都影響不了手指 但是問題就是 你影響了換樓的人 你明白嗎 就是這個 非手指印花稅 其實 如果要 現在就很難改的 現在這樣的環境很難改的 其實如果之前改 其實還要好些 其實之前已經有些問題 浮現了出來的了 就是 要升級的人 譬如本來住開兩房的 但是有小朋友 譬如生了兩個小朋友 他要住一間三房的 或者四房的單位 那麼他沒有辦法升級 因為那個雙倍印花稅 就是阻礙了很多人 其實就是換樓的 那如果阻礙了些人換樓的話 其實你也都限制了 那個入門 或者上車盤的供應 其實是 那麼 這個整套東西 如果你要改 你就不是單純說 要 減辣 不是這樣的 你要想一下 就是究竟 怎樣做一些政策出來 可以滿足到 換樓的人 的需求 也都可以滿足到 就是上車的需求 這樣才可以的 其實就是 還有就是 我自己經常都說 你那個壓力測試 對於 年輕人來說 其實是很難的 因為就沒有辦法 追到那個首期回來 你如果要 在外面租房住 然後 還要儲錢 你根本 你的首期 都儲不到 其實那個壓力測試 是令到 有些事情 要不要幫助 那些初次置業的人 就是我的看法 是要的 那 那 Sanfony Wong 又說 遺產稅 遺產稅的問題 其實就是這樣的 事實就是這樣 遺產稅 過去的經驗就是這樣的 有錢人 全部做了那些 就是 信託的安排 他一元 遺產稅都不用交 結果 交遺產稅的人 反而是一些中產 這些中產 沒有做好這些事情 結果很多都要 加遺產稅 結果是這樣的 那麼香港 這些社會問題 是很久的了 那麼 如果你用舊思維去處理 香港的問題 就不行的 那麼 但是 如果你說 陳國基說的話 是舊思維 那我是沒有辦法同意的 就是說 你說 陳國基他說 叫大家懂得上進 其實這個 真的一點問題都沒有 因為 努力上進 根本就 不是 只是 基層才會做的事情 其實 每一個階層的人 都會做這些事情 你看看內地的情況 就是 內地 那個精英 他們 上進的程度 是 努力的程度 是 很厲害的 當然我不敢說 全部都是 那麼 Toracef就說 有人可以在網絡年代 賺了一大筆證明 上流的機會 不是沒有 看看能不能把握 其實現在的機會 相對來說 是少了的 這個也要說回 是少了 這個是和以前不同的 就是 譬如 舉個例子 你有沒有可能 好像 林鄭月娥那樣 如果你現在 新生代 在香港 林鄭月娥的家境 就不是那麼好的 這個一定要說回 林太 她那個 上升史 她不斷都是做 公職的 嚴格來說 是政府公務員 政府公務員 不斷爬上去 然後就做到特首 你說現在 好像林鄭月娥那樣 背景的人 有沒有機會 可以做到特首 很多人是看不到這條路 而且看到她 你做了特首又怎樣 你都說不到事 因為 香港還有一班 地下司令 台面上 做特首是沒有用的 還有一班地下司令 可以 對抄你的 其實你這樣看世界的時候 很多人會明白一件事情 原來 香港話事人 是地下司令的人 這樣就不可以 對吧 KQ夢說 雙倍印花稅只會 把印花稅加進樓角 對 所以雙倍印花稅 就影響了換樓的人 現在很多人的居住環境 改善不了 因為現在香港的樓市 其實是滿足不了 換樓的需求 其實是 是滿足不了的 這個是真話來的 Mr.Slow MT就說 黑衣都可以搞信託基金 是知識問題 但是 信託基金這件事 應不應該存在 其實是另一個問題 現在有些地方 已經不准人家搞這些 我告訴大家 信託基金 根本有些人已經說 不准你再搞 有錢人一定要 偶賊稅出來 有些地方是不准的 已經開始討論這些事情 如果香港的社會 要有競爭力 或者要對基層來說 要有希望的話 有些事情都是要做的 你不是純粹說知識的問題 不是知識的問題 還有 這個洞棍說的東西 其實很有趣 就說 陳康濫調 其實有很多事情 在香港這個類型的社會 你要改變是要時間的 不是好像洗腳那些 說大刀闊斧就搞得定 不是的 從來都是 有太多事情 牽一發而動全身 如果你要做 有些事情 你只能夠第一 認罪社會有些共識 有了共識之後 就繼續不斷推 現在社會是有共識 就要大家的居住環境變得好些 其實嚴格來說 香港的社會是有共識去做這些事情 那怎樣去 令到那個社會的共識 可以繼續向前推 這個是政府要做 和正在做的事情 我的理解就是 當然 你說香港經濟空心化 有些人這樣說 其實這些人 就不是很了解香港的社會 香港其實有很多行業 就是在裡面的老行專 它不是純粹子肥的 不過當然 那些人是少數 我也要說 但是他們 就是那些好老闆 就很慘的 我也要說一件事 就是香港做好老闆很慘 其實全世界做好老闆都很慘 他們做事就比其他人辛苦 就是比較壞的老闆 就當然容易做 我有那些朋友都跟我說 你做好老闆太辛苦了 做個壞老闆就簡單很多 那麽就給律師搞定他 就是有些事情 跟員工有爭執的 上法庭叫我上去就不用了 其實有些事情就比較省心一些 對於有錢的階層來說 你現在想我在我的荷包拿錢 我就在我的荷包拿錢 令到你不能在我的荷包拿錢 這樣就最簡單 現在香港的有錢階層 很多都是在做這件事 在這樣的環境我想問一下 你還在針對特區政府搞這些建築 其實嚴格來說在高爾夫球 割一塊仔出來 還有那一塊根本跟會所有距離 其實都看不到 這些全部都不適合 但你們這些權貴還在這樣做 朱永生就說 不要說林鄭李家超也是寒門出身 而且李家超不是單靠努力 而且懂得捉住機遇 在1990年堅定立場 不然就能上位 但一個問題就是 你想一下 現在之後會不會還有寒門出身的人 我告訴大家 是很難的 在香港 講個真話給大家聽 托特斯特就說 地下司令是負荷敵國 是反中央的最大勢力 這個我是同意的 他們是很誇張的 Maverick Wong說 遺產稅在香港有時間 搞權貴和政棍把持所有東西 應該最後只有港幣 他們的論述很簡單 到最後你遺產稅 都是蒸了那些不應該蒸的那些人 事實上 很多中產是不會搞一個信託基金出來的 為什麼不做信託基金呢 因為沒有成本效益的 資產去到某個水平 你做信託基金才是有成本效益的 所以到最後 那個遺產稅 結果都是中產給的 真相就是這樣 我當然不是搞階級矛盾 我也沒有說過階級矛盾 而是我一定要說回一件事 香港現在搞階級矛盾的人 或者擴大階級矛盾的人 不是我們 而是一些 嚴格來說 不合數的有錢人 做的事 做的不合數的事 應該這樣說 不好意思 我這裡說得不清楚 因為我本來想說 為甚麼不甚麼 但是為甚麼不甚麼這個詞 已經是挑動矛盾 我認為 我就是村委書記的爸爸 其實甚麼時候 寒門要出季子都需要奇蹟 你可以令到環境公平一些 為甚麼我說可以令到環境公平一些 你要有一些遊戲規則 是令到 我的看法 是令到窮人都有希望的 其實在國內 有一個制度 就令到窮人到現在 都是有希望的 有很多人都罵這個制度 其實就是高考 高考其實是 我真的說真話 其實令到寒門子弟 是有一個希望的 在內地 是 S就說總有寒門變中產 中產階層子女有位上的 是 這個是要時間 所以要上位是幾代人的規劃 從來都是 不是一代人可以做完的事情 多謝加ViuLiu你的支持 說到這裡休息一會 我們回來再說其他話題 休息一會 週末 劉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